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就会继续去同大家讲下 鑽石山荷里活广场事件 由于事隔了接近20个小时之后 社会上都多了很多很多的延伸讨论 这一集是不会跟大家去讲一些新闻内容的 因为我说了其实就可以拿来压两三分钟的时间 但相信这件事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由于赤道问题所以都免得说 接下来将会有三个重点 去同大家在今集上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 疑犯证实了是有病的 亦有那张传说中的白卡 亦都说他偶然有找医生 现在有很多人就声讨医生就说 一定要去追究医生 这个话题延伸下去 其实就可以去探讨一下 究竟香港政府对于这一类型的病人的支援 究竟做不做得足呢 还有就是说 站在医生的角度来说 究竟他有什么难处呢 因为在香港地 你做得医生的 你曾经都是状元来的 他们也是一群很聪明的人来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阻止不了这件事 有什么限制呢 都会去同大家讲一讲的 接着下一个话题就是 关于林作这一只战种狗 林作居然就敢死在这件事上抽水 因为网上有很多图片 有人拍到 那个疑空等着被人拘捕的时候的 那个神态和他的衣着 林作刚刚就跟怡空有一对一模一样的鞋 然后他就去扮人的姿势 然后就拍照放上网就说 各位我现在就卖我穿的那对鞋 结果这些就惹中路了 因为这件事其实和你的政治立场无关的 只要你有人性的话 其实你一定会去骂爆他的 结果呢 林作就见到很多人去骂他 立刻就删了个贴文 但是呢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有很多网民就已经下载了 即是林作的这个贴文的了 好了跟着第三个话题 那现在呢 荷里活广场呢 就画了一个献花的位置出来 去被人悼念啦 那现在呢 是6月3号星期六 那明天呢 就是6月4号啦 那6月4号对于一些不正常人类来说呢 他们很喜欢呢 藉此就是说去悼念一些事情啦 那在四年之前呢 他们都很喜欢在维园那里 献上百花和去点蠟燭的 那有人呢 就鼓吹就是说 今年6月4号呢 既然维园呢 就已经是被一些建制派社团霸佔了 那他们呢 就想着去转场 那就对啦 因为发生了这件事 因为要悼念 所以就转去鑽石山的荷里活广场献花 那对于那些呢 即是连他人的不幸都可以用来利用的 虚人呢 那绝对值得去骂下的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隔离的小鐘 那我们这些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就说了第一件事 即是关于精神病的问题才啦 突然之间呢 在社会上呢 就引起了很多关注的 那原本呢 昨天就有些媒体就说 这些是情情爱爱是出轨之间的事 结果昨天大家就被这些假消息 骗了大半天 我自己都被人骗了 在昨天的时候我也有去说 接着要去到警方就在凌晨12点澄清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是什么事 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会特意熬眼 等到12点才去听警方说话 包括我在内 我11点半已经睡了 朝早起床看新闻才知道 原来不是跟感情有关的 其实如果你和我说这件事是随机的 不是因为他们原本是夫妇的话 其实这件事是更加危险的 因为如果你说是感情问题的话 起码你知道原来是有感情瓜葛的 原来一直是有个不稳定的危险种子在身边 只不过是说大家猜不到 原来这一个人危险起上来 可以这么危险的 起码你都叫做有露足 你都知道因由在哪里 但好像这些孤狼式的襲击 避无可避的 好像两年前的7月1日 就算你是警察 就算你是身臟力健的成年男人也好 就算你接受过训练也好 对于突如其来的孤狼式襲击 亦都会变成这样的 这些随机的活动 有心人去装无心人 是没人猜到的 所以现在关于香港的治安问题 突然之间又被人关注 接着有些人就在那里 就说 国安拿完50亿之后 转过头就发生这样的事 那怎么办 很公道地说 其实这件事 与国家安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件事最重要的是 政府在医疗资源上的不足 今天早上也跟大家说过 港华医院的急症室就叫救命 就算换了新地方 就算那些地方多了大了也好 仍然都是继续爆的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政府 他们聚焦到公共医疗资源那里 基本上其实大家是说 精神病以外的疾病支援 因为精神病和其他疾病是不一样的 其他的疾病你是看得见你是摸得着 而且你是真的看到对病人是会有危害 还有就是说 你会有一些很容易 又或者叫做 起码你知道解决方法是什么 例如说 喂 井仔你咳到飞起 那我就给很多西药那些什么止咳 去压着你脑部那些什么神经物质传送 那你就不会咳咳咳 再不是的 你哪里有肿瘤的 那安排手术切了它 切完之后 那就搞定了整件事 对于这些疾病来说 你永远都会有解决方法 但是精神类别的疾病 就没那么容易可以判断到 例如说 你可以说你自己有 我也可以说我自己有 暂时来说 没有一个是极度客观的指标去审核的 例如说 喂 井仔中了新冠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给你看我有两条线 那就可以去用那些 什么病毒的繁殖指数去看 那再不是的 就算你说 喂 不是的 表面没有伤痕 你照X光也可以 你照MRI也可以 你又可以看一下肺有没有花 然后看一下 心脏有没有肥大 有没有肿胀 再不是的 你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体有没有骨折 再不是的 中医都可以跟你把密 知道就是说 喂 赖仔 你的肾很弱 但是对于精神类型的疾病 其实就没有的 除非就是说 你愿意主动去求医 但是这个世界 就是香港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就是说 喂 有没有搞错 不可以让人知道我有病 可能会影响我份工的 可能会影响我形象的 这样 结果有很多人就选择收收埋埋 结果这些病一旦爆出来的时候 一旦就不爆 一旦就没事 一旦就糟糕了 由于这一类型的病 就算你扔多少钱也好 你都没办法去预防 你都没办法就是说 可以抓所有有病的人出来 去和他们进行治疗 而且这些所谓的治疗 也都没有那么直观 不是说你新官 可以了 这里有特效药 可以了 你吃八日药就会好 没有一个所谓的完整治疗方案 所以不论是否香港也好 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会觉得 既然我留了钱 去作为公共医疗资源 那当然就是说 将钱优先去处理了新官 处理了那些 撞车撞头 你食物中毒肚痛那些人 因为这些人 你流血帮你乱针 你哪里不舒服帮你做手术 这些全部都是 见得到有治疗方案 有合理的治疗期望在内 但是对于一些 看不见摸不着 见不到的病 既然也见不到 还有就是说 就算你有这个病也好 原来你都可以继续上班上学 那就任由他 另外 香港是一个竞争意识很高 居住环境密度很高 人工低 精神压力 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地方 所以 在一个本身政府 已经不重视去治疗这些疾病的环境 再加上 我们的土壤很容易令到 每个人都有病的状况之下 其实大家没有病是假的 但是政府 真的没有什么资源去治疗这些疾病 还有 刚才也说了 有些人会因为尊严 形象问题 所以 永远都不求医 直到 他一日未做违法事情的时候 你都没有任何的权利 可以阻止他的人身自由 不是 你不要说一帮有心隐瞒的人 有心隐瞒的人 你捉不到 就算有些人 没有心隐瞒也好 他们主动求医 我知道病向浅中医 我要吃药也好 不好意思 你要去排公立医院 最少要排两三年 有些人 如果他给得起钱 他就会去看一些私家的精神科医生 但是听说 那些药都不便宜 可能看一次都已经千多两千元 你普通基层看什么 又不是说看完一两次吃完药 就立刻个人变得开心了 不会的 既然都是不开心 我还要花钱 那当然不用了 有病存在 看看自己会不会发达 会不会变得开心 那最后就有很多人 特别是基层的人 有病都免得医 大哥浪费那么多钱 排期又会嫌他麻烦 就算有人愿意主动去排期也好 你想想 两三年 一个人能够在两三年 遭遇很多东西 到其时没有病便有病 有病到病法都不出奇 还有据我所知 那些需要强制被人捉入院的精神病房位置 其实是长期爆满的 搞到有些人可能都未完全康复 就已经被人逼出院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病情更加严重的人 就等着入院 这些我自己是听朋友说的 香港其实很多人都是隐藏的患者 有时候真的十个煲九个盖 看看你会不会是不幸运的人 至于你说找医生 全世界都说要去星讨医生 其实无论是医生也好 精神科护士也好 社工也好 其实人家是有原则的 如果他的病人很直接跟他说 就是说 医生我待会想着去做这一件事 如果他明确说到明 或者说我想着做这一件事的话 医生护士社工就有权利 可以即时叫三条狗锁人 但是如果有些人 他找医生但他没有透露过这一种状况 甚至乎是用说谎的模式 去假装自己身心愉快的话 医生也无能为力 正如我刚才所说 这些不是说照一下X光 照一下MRI 做一下CT就能够找到的事情 由于没有一个客观的检测方法 所以就算是医生觉得你是 但是实际上你又在这裏办没事的话 医生是真的无可能对你动操的 还有就是说 公立医院的医生一天可能是说 要看百多个症 你想想一下 当你每天要看百多个症的时候 你第二天又要看百多个症 可能是说你一个月以来 已经要面对三四千个新的个案来说 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你哪有可能有这么多精力集中 在每一个个案上 根本就看不及的 所以就是说 只要你回答了医生就说 没有啊 我最近身心看见啊 多多开心啊 医生就由得你了 除非就是见到 你一路哭着一路说 又或者手一路震着一路说 如果不是的话 你真的只要说少少大话的话 医生都不理你了 结果呢 很容易就是说 会造成这些悲剧出现 有些人特意说大话去避过医生 有些人是说 由头到尾根本都没有见过医生 结果就搞到这些事情出现了 关于精神健康这一样东西 一向都是这个社会长远 资源不足的话题来的 无论在英治时代也好 其实对于香港来说 都是一个不足之处来的 不过就是这样说 就算你说 香港政府大发慈悲 拿到几十亿出来 去请护士医生也好 你是搞啊 都搞了那些什么 肿瘤科啊 长者那些什么 或者示范膜科啊 这样处理一下长者的那些青光眼啊 接着急症室啊那些 你根本精神科 永远就是排在社会的最尾 所以呢 就算将来有其他的医疗问题解决好了 这个精神问题其实永远都会成为一个漏洞 接着就去到下一个话题 跟大家说一下林作这个痴线佬 林作刚才做了些什么都说了 林作这些人比较难听 真是战种狗 他这些人最喜欢用一些冷血的方式去抽水 而且他这些人是坏 他不是蠢 有些事情他觉得很大反应 很大反作用力的话 他就不敢去挑机 往往就是说他觉得有些事情是安全的时候 他才会去抽水 所以例如说大家见不到林作 会去抽香港政府水 会去抽国安水 不是说代表他是蓝丝 不是说代表他是爱国爱港 只不过他是知道 他不想去给国安处关注 他都知道国安的利害 但是对于一些可能和政权无关的 可能是道德之间的事 例如当时 阿Mo的屏幕掉下来 究竟那道德责任是谁要负责的时候呢 这些无论你怎么说 人们可以说你错 但人们不可以说你犯法的状况之下 他就很喜欢在这些红线上 他就不断去抽水 去凸显自己的存在感 他今次就打错了如意算盘 他可能以为自己很幽默 怎料抽中了火水 其实我觉得今次就应该集中起来 无论你是什么颜色都好 甚至乎你说我政治中立的 我不说黄蓝的都好 其实大家都应该集中去杯葛林作 最好是令到林作这些人 能够社会性死亡就最好 不要让这些小丑 继续在社会上有任何曝光 因为这些人 你越是骂他的话 只有两个结果 第一 他就会继续和你串嘴 去激怒你 继续去增加自己曝光 第二 就是说 可能会扮到很诚恳去道歉 甚至乎林作可能会捐钱去协助他们的遗伤家人 然后又可以赚多一堆曝光率 对于这些 就是惯了用负面的宣传手段的人 其实他们是有计谋的 所以最好就是说 即是现在就骂爆他 骂爆完之后 就不要对他做的任何事情有反应 总之就真的要等他成为一只过街老鼠 甚至乎就是说 没钱赚 另外就是原有 即是跟林作买保险 又或者是跟着林作买保险的人 最好都可以因为这件事而离开他 因为这些人 他们不会在道德上感受痛楚和痛苦 真真正正令到他们感受到痛苦 是说他们没有钱 他们欠债 他们累积的努力化为烏有 因为这些人 他们看就只是永远看自己 自己的小十元 是比别人更严重的 所以对于这些人 就不需要那么客气 但提外话这么说 好像林作这些赞人 无论你说黄也好 南也好 其实周围都是这些人 有些黄人 就扮中立明捷补身 两年前开始不批评政府 甚至乎用说反话的形式去赞香港政府 令自己不要被国安抓 甚至乎请多个彭健身回来 去做自己的党战牌 大家知道我说谁了 不要说黄型大台 就算你说说我们正常人阵营 我们的男型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些人在说 我们痛击黄人 痛击小黄人 打击黑暴 那些人看上去 好像道德高地 好帅 为社会付出 好正义 但实际上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临作 因为当你认真 你睁大眼睛去看 你用脑子去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些什么所谓攻击的网上黑暴 你要不就坐牢 要不就走牢 总之你知道 人家没可能还击的人 你就在打杜草人 对不对 不是说想抬高自己 不过真真正正 够胆去挑战黄型大台的我 好似唯一只有我一个 足够胆去做这一件事 一年半之前 如果你看了我 已经有一年半 你就知道 我当时 怎样被黄尸大台去搞 对不对 被人搞都没关系 但最后很可怜地发现 有很多把口 就说打击黑暴 打击小黄人 那些 等于蓝营版的临作 是完全没有人敢出手去帮 所以临作这些人 大家就不要以为是社会的少数 因为无论是黄型也好 无论是蓝型也好 其实有很多临作 在这里 个个都是欺善怕恶 总之最简单 人家不会反击那些事 就搶着把光环套落自己去做 但是 人家稍微有少少钉刺 人家稍微有少少还击能力的时候 缩到老远都不记得 临作这些人 大家就要聪明一点 去懂得看 不过这一件事 其实是很讲智商的 不是说你学历高不高 有些人就算没有读过书 但是他真的创出来比较聪明的话 一看就已经懂得分 但是有些人 就算读到大学也好 可能都不懂得分 仍然都是说 很正义啊 说话很有逻辑啊 你的佛禅说得很正义啊 没办法的 始终香港七百万人 有些人有 有些人是可以透过教育 去提高自己的智慧 但是有些人呢 没有接受过教育 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智慧 但是最可怜的是 有部分人 即使能接受到教育 也好 但是智慧是有限的 就是 知识是有的 但是可能智慧这方面 这些就真的要看个人修为了 总之呢 其实周围都很多人 是说着 很喜欢举着道德旗号 周围去招摇撞骗的 这一件事呢 大家就要喂眼色人 可能井仔其实也是这样的人 也不一定的 接着就去到第三个话题 关于荷里活广场那里 特意安排了个位置 去被人献花 另外附近也多了很多警察巡邏 也对一些年轻人 就会去折查他们 因为呢 因为呢 现在呢 确实是有很多呢 懷着不好心肠的人呢 是希望借着这个正常的 献花活动呢 企图去做 行动性的行为 因为大家要知道呢 明天就是6月4号 所以呢 有很多人鼓吹就是说 喂 既然呢 今年的维园被建制派霸了 那不如呢 利用鑽舍山这件事去凝聚民心 一起去献花 那虽然说是献花 但是那些花究竟是献给谁呢 大家心照吧 这些黄人呢 其实跟林作是一样的 就是呢 别人的痛苦 只要他们能够利用的话 他们会毫不犹豫去利用 去令到自己能够从中获利 那其实这些人本质上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同理心的 所以我就觉得呢 大家就小心点 不要那么容易去被人利用 我不是说叫大家不要献花 那即使你说 喂 井仔 我星期六要上班 今天要上班 我星期日才放假 是不是星期日放假 献花也是一种错呢 其实不是的 那献花就是献花 但是个人提醒就是说 不要穿黑色衣去献花 因为就算 你是不是戴着什么的态度也好 但是无谓就是说 在这些时候就有些瓜田里下 就会有些被人误会的嫌疑 现在网上那些 利用他人的痛楚 满足自己私欲的人 你见到他们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很气愤的 因为我觉得我看得穿 他们的目的 以及看得穿 他们那种毒蛇般的心态 但是呢 在说话上 你又没有办法去直接攻击他 因为无论你怎么说也好 他们都很喜欢把自己 放在个道德高地那里 然后就说 你们有没有人性的 你们这帮蓝丝呢 连献花活动都不支持 哎呀 蓝丝冷血的 一早就说香港没有言论自由 是的 连献花都不给 不如你们这些蓝丝的清明节 就去其他地方 扔破人家的东西 有很多网上的黄人 已经是打着这些 拖人落水的歪理 不断就在这儿搞东搞西 企图继续去做一些 满足自己私欲的事 所以呢 希望大家是能够理解就是说 为什么鑽石山这件事 就算你正常献花都好 都会附近有那么多的警察在那里 因为呢 就是慎防有人去藉着这些事情 因为呢 因为呢 往往呢 就是一些 你查回香港历史你就明白了 往往一些的暴动呀 骚乱呀 都是说的 由第一样 根本就九五答八的事 接着就引起了一班人出来去搞事 例如说 当年天升小龙加价 那天升小龙加价 为什么又会发展成一个 这么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呢 其实都是说 有人借一些耳力去利用一个活动 接着去煽动很多人 去出来搞事 由于呢 香港已经在这方面呢 有很多年的经历 以及19年的时候呢 都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所以呢 真的不要去怪责就是说 特别如果你是住转石山的话 为什么会看到这么多警察呢 希望能够包容一下 还有 也希望大家 不要再去转发那些 那些 根本就是18家的片段 有时候呢 你就觉得 好想传给别人看啊 那样 但别人未必想看嘛 所以呢 如果你说有朋友主动去找的 而你又有的 那你就给他吧 但对于一些呢 没有主动要求 说要的人呢 就不要到处去传 因为这件事呢 连特首都出了传 就是说了 希望大家呢 就不要任意去转发这些影片 那么无谓呢 就是说在香港这个层面上面呢 特意呢 去带来那么多的负能量啊 那样 那样 那今集节目呢 就来到这儿了 那样 看看待会不会再有东西補充呢 那如果再有的话呢 可能都会抽多一点点时间去说的 那那今集节目就来到这儿了 那我们就待会再见 好 就这样先 拜拜